委員好 部長我們今天有關於在這個急診 或者我們醫事機構發生這樣的暴力事件 那當然從去年開始陸陸續續就委員有提出一些修法的意見 那我現在想請教你 這修法的意見其實基本上是希望保護這些被害的 或者是被暴力行使的這些醫事人員 但是我們會發現說那醫事機構的 我看了一下其實醫事機構他們的責任在哪裡 大家都直接說那就是我今天當事人我是被害人 這個雖然他是一個所謂的把他提升到所謂的這個公訴罪 但是公訴罪但問題是說 那醫事機構他的責任在哪裡 我們看來好像沒有什麼著墨 那在這裡你們有沒有怎麼樣可以補這個缺口的地方 是不是請司長能夠也幫忙說明一下 委員好 跟委員報告 醫事機構從我們 尤其從部長來上任之後 我們特別強調醫事機構的責任 目前法雖然在那邊 現在的法律其實罪行很輕 所以醫事機構做以下幾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就是 剛剛部長報告五項的一個防治措施 這五項防治措施 第一個就是要有一個很明確的門禁管制 第二部分是保全的人員的這個協助 雖然沒有警察 可是可以請保全人員 第三是24小時的警民連線 第四個是當然對醫護人員的教育 也對包括對就醫民眾的教育 這都是醫事醫院機構要做的 沒有現在問題是我們好 我們現在就針對今天講的我們這個長根院 還有今天我們趙趙偉提的 有關於台南也有一家醫院 也有這樣的情勢的情況下 那醫事機構基本上動作 你講的這五個這個指導標準 但事實上他們還是很被動啊 當事情真的發生的時候 真的還是很被動 甚至於是已經都在這個媒體當中 已經曝露了 然後他們才表示他們的意見 然後呢包括他們自己的這個醫護團隊才開始 我們共同來連署 其實已經都是慢半拍了 不只慢半拍是慢好幾拍耶 也就是說沒有錯這些都是指導 都是指引給他們的 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你現在縱使把他弄到公訴罪人 那是醫事機構要不要究責 或者他們有沒有怎麼樣的權力去行使 我想這一塊你們應該在今天下我們家竹條的時候 就應該想出一些補漏的一個想法出來 那另外呢我可能要有關於說 比如說我們緊急醫療救助法 我們曾經已經修法通過 有關於在救護車這些載具上面的這個救護人員 因為急救啊非故意的 可以免於刑事免於責任嘛對不對 但是這些人像我們除了免於他的責任 免於他的刑責之外 那有沒有進一步的保護 到底在這一次的這個這個委員的修法當中 有沒有放進去 醫療安養機構照護機構 我覺得這可以慢一點 因為這畢竟他的規範比較 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範圍可能在定義上面比較困難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些救護車急救載具的 這一些可能也會被騷擾 比如說我今天載的就是一個喝醉酒的就是一個吸毒的 那不但他個人或者是他的朋友 他的家屬親屬寶券可能都有這樣子的暴力行為的時候 他們是一樣同樣也要受這個醫療法二十四條的保障 報告委員 分兩段 過去曾經發生過就是阻礙救護車前進的這樣子 這個在道路安全處罰條例已經已經修法過 對 那委員剛剛提到的部分的話 載具的部分的話 現在有公眾也有民間的救護車 我們會覺得說或許放在這個緊急醫療救護法裡面 或許會有表方的醫療法更適合 是嗎 所以這一次我們修法當中這一塊你是希望說 我們是在從那個緊急醫療救助法裡面再去做修法 那今天我們在討論的時候我們就不涵擴那個部分 是的 好那本席我們也會再趕快提出這方面的一個修法的議題 那好那謝謝部長跟謝謝司長 我要請教法務部 好謝謝 謝謝 我想我們法務部啊 這是委員們啊 有提出來 有關於這一些刑度 跟行政罰款的這個問題 那基本上呢 我們辦公室呢 把我們所有有關於公共危險罪章當中啊 各罪的刑度的拿來做一個比較 比如說呢 這個呢 現在我看到的版本大概就是三年以下 這個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比例原則 跟其他的我們公共危險罪者的比例原則 你覺得呢 因為這個不能是你們的專業啊 呃 向委員報告啊 是這樣 如果就提案的部分來看 我們可以分成大概主要兩大類 是 一個是對於 呃 呃 醫療機構有關於這個 業務執行面 是 的妨礙 那另外一個方面是對於 醫療機構的 身體的傷害 啊 不不不啊請說 那另外一面是對於這個 醫療機構的這個有關 設備的問題的損 毀損問題 嗯 那這主要我當時看到主要是兩大面啊 是 當然也有 呃 因為對於這個身體的傷害可能在 妨礙業務的執行部分的強暴血暴行為裡面可能會 爆發在裡面啊 是這樣子 那 那我現在請教你直接說那這個行度應該怎麼樣來 來定 是 是比較恰當的 因為你不能今天我們定了這個法制 當然今天大家對這些行為是很氣憤啊 但是問題是你對於相關的這個 一些 這個暴力行使的 不當的行為的處罰 是 財組的部分 也一定有一定的比例嘛 是 那這個比例您的看法呢 是這樣子 對於醫療人員暴力的部分 那我們其實在 呃 26號在 衛福部跟我們法務部在討論的時候 學者也有提出來 就是說我們如果以現在 呃 妨礙公務罪章的 比較接近的 的 的情形來看的時候 呃 目前現行法齁 就妨礙公務 對公園執行職務以暴力脅迫 妨礙公務的時候 他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 那 那對於有關 如果是涉及醫療機構 呃 安全設備 保護生命設備的回損部分 因為在 這個如果我們去參照公共危險罪章 其實 其實這在刑法上有三種面向 一個是說 它如果是器材的毀損的話 嗯 那在刑法的毀損罪章裡面 那有關於對於比較嚴重的 像建築物的毀損啦 這些 都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如果是對於 呃 那個像礦坑 喔 那種工廠 屬於勞工集中的地方的 這種安全設備的 保護生命安全設備的毀損的話 它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沒有那現在很簡單 我們就是聚焦在 你就是醫療機構的毀損 還有重大的毀損嘛 那這中間大概那個行動大概是怎麼樣 呃如果以 以我們的呃案件的分類來看的話 是 三年以下它並不是重罪 那如果對人的話呢 也是在三年以下 也算是可理的行動囉 呃像 傷害罪的話 也 目前現行法是兩年以下 是 五年以下對不起 五年以下是不是 好那沒關係 我們下午再討論竹條的時候 我們再好好的討論 好不好以上謝謝 estrech 很漂亮 我會在心機室 對 我也是 感谢观看